昨天清晨香港一名大學生疑似為了要躲避催淚彈的攻擊 不小心墜樓 而到目前都還在醫院搶救當中 反送中運動持續了五個多月 還是沒有看見緩和的跡象 不過昨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表示充分肯定港府的做法 4號凌晨 香港警方在將軍澳釋放大量催淚彈 一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疑似躲避不及 不小心從停車場三樓摔到了二樓 情況危急 晚間大批人士聚在科大校園內 共同起伏打氣 科大校長史維也出席 表示如果學生家長同意 會要求索取當時現場監視器的畫面 不過當場被警方要求拿下離開 記者會一度鎮停 最後宣布取消 香港情勢不見緩和跡象 外界也關注中共中央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態度 以及去留問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號在上海會見林鄭 並表示修理風波持續了五個月 中央對林鄭高度信任 而且充分肯定 似乎想打破外界傳言 你帶領特區政府克盡職守 努力穩控局面 改善社會氣氛 做了大量艱辛的工作 中央對你是高度信任的 對你和管制團隊的工作 是充分肯定的 習近平表示 目前香港的首要任務仍然是止暴治亂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不過對比這些日子以來 緊密衝突持續擴大 如果沒有真正回應民眾訴求 想平息風波 恐怕沒這麼容易 記者綜合報導